为你解决烦恼 实现梦想 齐齐俱乐部 冰箱 轻管轻轻 钢彩雨滴 发现一只流浪猫咪 轻轻草地 都出了脚印 那是谁丢的挂屁 害羞害羞拿出白分白的星星 我们要比别人紧紧 害羞害羞每天都是好的星期 主人为了变得容易 害羞害羞爱的世界更加美丽 我们互相加油大气 害羞害羞快快加入别的迟疑 所有快乐为你收集 情绪之类不与你同行 喂喂 还没完呢 蓝蓝天空 吵着棉花糖 机器你不要再摸鱼 小乖快变形 我们就要行动啦 喂 还没完呢 咪哩哒哒哒哒哒哒哒 在路线再唱歌 准备好了吗 等我一起飞翔 我们很有魔力的蓝天花生彩虹 给世界穿上新鲜 谁有难题 宝贝来帮你 嗯 出发了 你怎么回事 又在咪哪个大明星呢 去去去 你来捣什么了 被我猜对了吧 恋爱也不能不吃饭 我可真是的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你们俱乐部可要帮帮忙啊 您先喝口水 没问题 任何人的烦恼我们都能够解决 说吧 你有什么烦恼啊 不是我 有烦恼的是一只天鹅 天鹅 天鹅 对 园子里的一只叫小黑的黑天鹅 以前特别的活泼 人见人爱 这几天呢也不知道怎么了 不吃也不喝 现在都快不行了 我这实在没辙了 所以来找你们帮忙了 您别着急 我们先去看看 好的 对了米花 宝贝最近要考试 就别打着她了 好 好 那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嗯 不要怕 不要怕 小心 好险啊 哇 您这方法不行 看我的 这可是黑天鹅最爱吃的青菜叶 嗯 这对动物也管用 嗯 嗯 嗯 爱情 啊 看来这只黑天鹅需要一个伴吧 啊 这好吧 我们动物园里啊 有好多的雄性黑天鹅呢 给它找个伴不就急了 好 那您去准备一下吧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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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行啊 依我看啊 这小黑大概是看不上你抱来的这只天鹅 那我再去抱一只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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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园长 嗯 这小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的 嗯 让我想一想 大概是三天前吧 我想到办法了 走 我们回家去 三天前 启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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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哥 你明白什么了 倒是快说说呀 小黑啊 他是爱上那只白天鹅船了 不会吧 我看像 这叫美人爱英雄 白天鹅船救了小黑的命 这小黑啊 保准爱上这船了 爱上一条船 爱的也太不靠谱了吧 你懂什么 这可是多么伟大 多么浪漫的爱情 可是再伟大再浪漫 也不能不吃不喝呀 说了你也不懂 去找你的骨头去吧 咱们哪 还是得想个办法 让小黑尽快地摆脱困境 我有个主意 既然喜欢上那条船呢 咱们把船藏起来不就行了吗 小黑看不见那条船 自然也就放弃了 可以试一试 这样行吗 绝对行 您就瞧好吧 别叫了 别叫了 来 吃点东西吧 小黑还是不吃东西 这可怎么办呢 是啊 这可怎么办呢 我看啊 这个方法行不通 我们再想别的方法吧 好吧 这天鹅还真痴情啊 爱上谁不行啊 非要爱上一条船 还这么痴情 还不把自己活活饿死了 是啊 你这个笨天鹅 要是有我琪琪一半聪明就好了 依我看啊 解灵还需细灵人 咱们乘坐时光机 姑姑 你又在做梦呢 我们准备下一步行动了 好的 你们能行吗 放心吧 一会儿这船呢 绝对不会出现 很多 Student 嗯 好 成功了 不行 行啊 怎么回事啊 不好了 这个黑天鹅好像又爱上我了 快去乘坐时光机 我们恢复原样 先喝点热水吧 小黑怎么样了 还能怎样 你掉进水里之后 我们只好坐时光机回去 恢复了之前的情形 现在的小黑还练着他的船呢 哎呀 现在小黑更虚弱了 我看得赶紧想办法了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认死里的小黑呀 哎 真是傻呀 嗯 就是嘛 我早就说过它是个笨天鹅 你还不同意呢 现在怎么样 我琪琪说的对了吧 好好好 你看一下最聪明的狗 我还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什么办法 催眠 催眠 对 看这里 看这里 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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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想快吃东西了 咱们成功了 嘿嘿 是啊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还终于找到自己更爱的人了 嗯 真好 嗯 姑姑 那你 去哪里 我真的很想尽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 石佛一村的杨林和三名小伙伴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的沙滩满爽 在一个干涸的水沟内 几人用竹棍往沙滩上钻出一个小孔 当他们准备用打火机点燃爆竹时 只听不吱一声 一股黄色火苗从小孔里冒了出来 几个小孩吓坏了 赶紧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大人 几个村民赶往河滩 他们同样在地上钻出一个小孔 再拿打火机靠近小孔 正如孩子们描述的那样 小孔上燃起火来 这件事在石佛一村那就传开了 有一个村民竟然借着这天然之火在河滩上涮起了火锅 其他村民见了也纷纷笑忙 涮火锅的村民是越来越多的 晚上 年轻人还在河滩上开启了沟火晚会 但很快 村里便传出说河滩上的火是鬼火 是不祥之兆 一时间 不但没人再敢去那里 还弄得人心惶惶 为了解除人们的忧虑 县里请来了专家进行实地考察 专家们对这一地区仔细勘察后得出结论 地下蕴藏的浓度为89.99%的天然气 并不是什么鬼火 专家的结论让村民们都松了口气 但这天然气是从哪儿来的呢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这些却没人说得清楚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哦 这件衣服要戴上 怎么把这件衣服忘了 怎么越收拾越多呢 你这个大魔王 今天就是你的死器了 快点 投降吧 要我投降 白日做梦 准备迎战吧 吵死了 人家正在收拾行李 你们给我出去 姑姑 你要去哪里旅行呢 要记得给我带礼物啊 我这次要去马尔代夫 还要住在海边的小屋呢 真是让人期待啊 原来只是海边小屋 根本比不上那个会移动的酒店 一家酒店只有一间房子 世界上有这样的酒店吗 不错 有这样的酒店确实存在 它就是Everland的酒店 整个酒店啊 其实只有一间客房 不过景观极度开阔 因为它目前位于一座建筑物的屋顶上 而且很快还会转移到另一处地点 这就是为了让那些想在旅渡中 留下一些特殊记忆的游客准备到移动酒店 移动酒店 这个创意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哎呀 真是来自瑞士艺术家的爱人组的创意 现在呢 这家移动酒店来到了浪漫之都巴黎 现在坐落在巴黎东京中心的屋顶 位置之高 可以将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市井井收眼底 而它预定的下一站将是秘鲁 哇 太浪漫了 真希望我也能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去 不是我说你 就你那点工资 估计不够吧 讨厌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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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开心笑一笑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帮你把烦恼摔掉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和梦想拥抱 跟着我去一个地方 哪里能让你感到生活 美好 原来世界比想象精彩 原来每个人都是那么可爱 明天是那样值得期待 白拉欧米欧 白拉欧米欧 汲取大家庭 我们一起了开怀 白拉欧米欧米欧米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佛